因为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到是政治方面的最新消息 马总统晚间就要出访教廷参加新任教宗的就职典礼 而这一趟友邦之旅 外交部也替庆贺团准备了作品 向来充满台湾意象的精品瓷器来担任拜首礼 而其中有一款要送给呢新教宗的喜乐瓷瓶 更是全球限量商品 业者透露这消息一传出不少客人都来电 说也想要收藏这一款总统拜首礼 喜鹊愿然成红色瓶身 这指全球限量1688件 架杠MIT的瓷系精品 就是马总统远夫教廷参加新任教宗就职的伴手礼 就是有喜悦的意思就祝福他容认嘛 那你们可以看到就特别这个是上端有竹子 就是有竹竹高升 然后也一方面就是尊崇他的高峰亮节 拼顶竹节期许新教宗步步高升 喜鹊象征来自台湾友邦的祝福 现量商品高贵不贵 要价5万2千8 另一只以山茶花为主体的瓷瓶 白蓝瓶身 衬托艳红花朵的瑰丽 颜色淡雅 清教团准备献给卸下教宗职务的本土十六市 其他包含台湾主教团准备的礼物 大大小小加一加 外交部61件台湾精品 打完折20万不到 搞定总统庆贺团 伴手礼 客服一直在接电话 对对对 客服一直在接电话 就是说 那个可不可以在哪个归位上 可以看到这样的作品 马总统向来喜欢送给外宾 有台湾意义的礼品 这趟教廷清河之旅 也选择MIT瓷器 乒乓胶 更同时宣传台湾精品工艺 中西文综合报道